想問一下偉航老師喔 因為包括大家都很關注到是 龔衛文到底會不會翻供 結果今天結果出爐了 他就是堅稱他沒有犯罪 很多網友都說 情義相挺 風雨同行 你怎麼看他今天這樣子的供詞 好的 這個官司發展到現在 大家當然都知道了嘛 高宏安大概就是一般人 這個人鎖定的目標 然而其他的助理 其他的主任到底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這個龔衛文翻不翻供 到底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其實客觀說來 其他助理加辦公室的口高 加上確實存在的數字的證據 還有這些簽單 救主已讓公安被判有罪 但是到底是哪一種罪 這個真的要看法官最後面的量刑 以及採納相關的法條的差異 不過回歸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一塊 大家會覺得說 怎麼還會有個龔衛文呢 因為他是跟其他助理 唯一不同步的 其他助理一一都認罪 就是說我就是幫他簽啊 我就是幫忙領出來啦 對我知錯了 警察官說好勞你命 好還起訴不起訴什麼的 好就這個公務員堅持站下去 所以檢察官立場很簡單 你這個就是共犯嘛 你就跟高雄一起貪污的傢伙 好拉回來我們現在的這個時間點 那公務員翻不翻供對於這個官司的後續發展 會不會有影響呢 我前面已經提過了 實質上是不會有什麼影響 公安是其他助理的證詞 就已經足以讓高安被定罪 那公務員只是要不要跟著高安一起下去 的差別而已 當然如果翻供的話 也許會讓法官判得更快速一點 因為證詞就日趨一致嘛 沒有什麼差異性 那如果有一個人仍然堅持是這樣的證詞 那他還要再去查相關的證據 才會把一切的證據還有口供 勾得更完整 但是絕大多數人關心的高雄安官司本身 大概明年一月 應該是明年的上半年 就會有一些結果或進度出來 所以今天不管公務員是要翻供 是要繼續堅持 原來的說法 或是他要唱什麼恐龍行人 都一樣沒差了 這個案子大概就是 從現在開始會逐漸的收斂 最後面很快判決就會出來 好